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今天我们有三则重要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希腊政府因应雅典附近的大规模野火 向欧盟请求启动灾害应对机制 法国意大利捷克等国家纷纷伸出援手 共同对抗这场今年希腊最大的疑伙 接下来选举期间的假资讯 让乔治亚州考博县的选举主管 Tayfal感到头痛不已 这些阴谋论让选民更加困惑 也增添了选举官员沟通的难度 最后前美国总统川普重返 由埃隆马斯克拥有的X交平台 并在一段竞选影片中强调 自己不会被沉默 他的回归可能会为这个平台 带来新的广告商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报道 希腊政府请求欧盟启动灾害应急机制 以应对在雅典东北部蔓延的大规模野火 法国的第一架直升机预计于周一晚间抵达 意大利计划在周二派出两架灭火飞机 捷克共和国将派遣75名消防员和25辆消防车 摩尔多瓦的救援队已经在现场 土耳其和西班牙也提供了帮助 这场大火首次逼近雅典市郊 距离市中心仅11公里 强风和高达每小时70公里的阵风预计会持续到晚上 坦特利地区的一座墓地被浓烟冷藏 火势脉延至约200平方公里的森林区域 各欧盟成员国正在向希腊提供援助 以帮助应急服务应对今年迄今为止最大的烟火 纽约时报报道 科布县的选举主任泰特·福尔感到不堪重负 他在去年上月时 预料到会处理选民注册和招募投票工作人员等工作 但没想到会被虚假信息的洪流淹没 他在公共会议上遭到选举否认者的喊叫 周末接到政客们对新流传的谣言的恐慌电话 还需要审查那少于论坛上的论坛上的阴谋论 自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事件 以及卡玛拉·扎里斯取代拜登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以来 阴谋论激增可使用卡 阴谋论激增这些谣言由像马乔丽 泰勒 格林这样的政客推动 这使得福尔的工作更加困难 他表示阴谋论使得原本就对选举系统持怀疑态度的选音 更加难以接触 Yahoo US报道 2018年世界青少年锦标赛中 被指控性侵的五名前加拿大队球员的审判 将由布鲁斯·托马斯法官主持 托马斯自1999年以来一直在安大粤省担任法官 并主持过该地区一些高调的审判案件 这五名被告球员 包括前费城费人队守门员卡特·哈特 于今年1月被捕 审判的正式开始预期尚未确定 但预计可能会在8月13日的伦敦听咒会上确定 由于安大律法院系统案件积压 审判可能要到2025年才开始 辩护律师花了几个月时间审查伦敦警方收集的大量纸致和音频证据 纽约时报报道 唐纳德 特朗普周一早晨在行台上发布了一条帖子 为埃隆 马斯克带来了胜利 马斯克是该社交媒体平台的拥有者 他几个月来 一直敦促这位前总统重新使用该网站 特朗普在一段竞选视频中表示 他们想要让我承诺 因为我永远不会让他们承诺你们 他还在视频中提到 他们不是在针对我 而是在针对乙能 这段视频是在特朗普与马斯克计划 于周一晚8点在X平台上的Space直播功能 进行采访之前发布的 特朗普的回归 可能为面临激烈竞争的X平台 带来急需的推动力 尤其是在广告商对平台持怀疑态度的情况下 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 频繁使用该平台发布政策指令和攻击对手 他的账号曾拥有8800万追随者 但在2021年因煽动暴力事件被封禁 《独立报》报道 塔纳德·特朗普近日对民主党对手卡玛拉·哈里斯发起了新的鼓务 称他听起来比特朗普还像特朗普 在他的Truth Social平台上的最新咆哮中 特朗普指责哈里斯在政策上反复无常 并称他在边境问题和其他政策上翻来覆去 特朗普写道 他听起来比我还像我 几乎在模仿一切 他还声称哈里斯在欺骗美国公众 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主剧 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主持人谢利尔卡索尼 也指责哈里斯在竞选活动中重复自己 特朗普对哈里斯的攻击不仅建于个人层面 还包括政策方面尤其是移民问题 尽管共和党人今年早些时候阻止了一下 两党边境安全法案的通过 但特朗普仍声称自己是解决边境问题的解药 哈里斯则在拉斯维加斯的一次集会上反击 表示移民系统破碎需要全面改革 《独立报》报道 资深共和党民调专家弗兰克·伦茨认为 唐纳德·特朗普在试图重返白宫的过程中 是他自己的最大敌人 伦茨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 如果特朗普专注于问题而不是个人攻击 他的竞选前景会更好 自乔拜登退出竞选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接替民主党复选人以来 特朗普的民调数字有所下降 伦茨这出特朗普的个人攻击 正在疏远那些可能支持他的选民 哈里斯的民调数字自拜登退出以来显著上升 尤其是在威斯康星州 宾夕反尼亚州和密歇根州 这三个关键摇摆州 伦茨认为如果竞选聚焦于政策问题 特朗普更有可能成功 但如果聚焦于个人特质 哈里斯更有可能胜出 哈里斯在最近的集会上表现出更好的亲和力 而特朗普则应对哈里斯的种族言论 遭到广泛批评 宣布了一项价值5.75亿美元的项目 旨在现代化和扩建其位于安大后省东南部的工厂 特别是用于电动汽车轮胎的生产 该项目获得联邦和省政府高达6400万美元的资助 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和安大治省省长道格福特 将在拿破仑市与公司高管一同宣布这一计划 福特表示这一投资是对安大略省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行业的又一重大推动 特鲁多称这一项目是对加拿大汽车行业工人的信源投票 预计到2027年 该项目将创造200个新的熟练制造业岗位 并确保拿破仑市超过1000的现有岗位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斯图尔特表示 这一宣布强化了公司对加拿大的长期承诺 并提升了顾特异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 以满足客户现在和未来的需求 《独立报》报道 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性别争议中庆祝林玉婷获得奥运金牌 称她为台湾的女儿 28岁的林玉婷在巴黎奥运会上因性别资格争议成为头条新闻 她和阿尔及利亚拳击手伊曼·凯利夫 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后被取消资格 但在巴黎仍被允许参赛 国际拳击协会IBEA称对这两位选手的血液测试结果 显示他们不符合女子赛事资格 但国交委会ROC认为测试存在缺陷并允许他们参赛 林玉婷在57公斤旗决赛中的胜利 为台湾赢得了首枚奥运拳击金牌 艾青德在社交媒体上称赞她的专注和纪律 称她克服了错误信息和网络欺凌 将逆境转化为胜利 将逆境转化为胜利 凯利夫也赢得了66公斤级金牌 并表示对她性别资格的攻击 让她的胜利更具特殊意义 雅虎美国报道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计划就 二个计划就 一把就 马阿拉哥庄园的突袭起诉司法部 索费1亿美元2022年的突袭行动回收了政府记录 导致特朗普面临37项指控 特朗普的律师丹尼尔·埃波斯坦在新提交的索费通知中称FBI的突袭是 并给前总统带来了严重且不可接受的侵扰 特朗普的律师声称F的律师声称掠付他程序不符 侵犯了特朗普在马阿拉哥的隐私权 司法部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并有六个月的时间回应索费 FBI在突袭中回收了一批政府记录 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被任命负责调查 最终特朗普被起诉 负责案件的佛罗里达州法官艾琳·卡农上个月 不回了对特朗普的指控 称司法部任命史密斯为特别检察官 违反了宪法的任命条款 特朗普的律师在索费通知中称称 司法部长维里克·加兰·史密斯和戴弗比拜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对特朗普的恶意起诉旨在影响选举结果 以防止特朗普再次当选 欧米特·麦拉在2022年伊朗大规模抗议后 踏上了艰苦的逃亡之旅 他们应反对政府而遭到严重脱海 最终决定逃离伊朗 欧米特·麦拉曾是警察 因为拒绝参与镇压而被解雇 多次被捕并遭受欧塔 麦拉在抗议中被射中眼睛 失去了一只眼睛的视力 他们从德黑兰飞到伊斯坦布尔 在步行四天四夜到达希腊 然后辗转多国最终抵塌德国 他们受到人道对待申请了庇护 并希望德国政府继续支持被迫逃离的伊朗人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巴西经济奇迹的建筑师安东尼奥·德尔菲姆·内托去世 享年96岁 内托出生于圣保罗 曾在军政府时期担任财政部长和规划部长 推动了巴西经济快速增长 1974年GDP增长达到创纪录的十四 在1980年代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他帮助巴西应对债务危机期间 他帮助巴西应对债务危机 恢复民主体制后 内托多次当选国会议员 并在经济和政治圈内保持影响力 他曾在卢拉总统的首个任期内提供经济政策建议 并在2022年大选中表示支持卢拉 雅虎美国报道 情绪化进食是指因情绪而非生理饥饿驱动的进食行为 常见的触发因素包括压力 无聊 悲伤和愤怒 研究表明 无聊是最常见的触发因素 情绪化进食 常源于心理和环境因素 如高压力 孤独 童年不良经历 和心理健康障碍 为了管理情绪化进食 建议识别触发原因 寻找替代活动 保持情绪和饮食日志 练习正面进食 并寻求专业帮助 情绪化进食若不加控制 可能导致体重增加 肥胖健康增加 肥胖及多种健康问题 通过追踪情绪和饮食模式 可以更有效地管理情绪化进食 优优独播剧场——亚呼! EOS报道 BBCSport的专家们一直在讨论 新年轻球员可能在本赛季成为大牌 特别是以太努瓦内里备受期待 自从他在2022-23赛季 以15岁181天的年龄 成为英超历史上最年轻的球员后 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努瓦内里上赛季仅在对阵西汉务联的比赛中出场一次 但他在季前赛对阵曼联的友谊赛中 为加布里埃尔·热苏斯送出助攻 帮助阿森纳获胜 主教练米克尔·阿尔特塔表示 努瓦内里和其他年轻球员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 他们应该在季前赛中展示自己的能力 如果努瓦内里继续保持目前的表现 他有可能在本赛季获得更多的比赛时间 Yahoo US报道 法国社会党呼吁总统伊曼·纽尔 马克龙在巴黎奥运会结束后尽快任命新总理 社会党发言人克洛伊·李德尔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上表示 马克龙不能再继续拖延下去 因为新年的预算即将敲定 马克龙坚持认为直到奥运会结束后才会考虑任命新政府首脑 以地面造成混乱 李德尔指出马克龙应承认其政策已被选民惩罚 新总理应来自左翼联盟 他强调社会党将与绿党共产党和不需法国党合作 继续推动左翼联盟的工作 临时政府发言人普里斯卡克·维诺特在苏德电台上表示 马克龙已与各政治力量合作 但警告组建联盟不会在几天内完成 当前的临时政府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戴尔利恩报道 随着紧张局势升级 以色列正准备应对伊朗可能的报复性攻击 伊朗坚称有权对以色列进行适当且威慑性的回应 而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告诉美国国防部长 德黑兰正在准备大规模军事攻击 美国已宣布部署核动力导弹潜艇 USS Georgia到中东 以应对伊朗及其代理人对以色列暗杀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耶的报复 法国、德国和英国领导人呼吁德黑兰避免进一步升级地区紧张局势 并要求加沙停火 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所有人质 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自由进入 随着局势恶化 国际航空公司纷纷取消费往该地区的航班 而以色列军方则继续在加沙展开攻击 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大规模撤离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大部分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